现在大陆完成建筑的房产 够87%的人变成市民来住 那为什么还在建 买房的人不是真正的要住房的人 买房的人是为了防止货币贬值 而把货币变成磁体资产 这个课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现在大家都在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 几乎所有的中国有点资产的中产阶级 都有做各种各样的保险投资 理财投资的这样的需求 人们的不安有两个方面考虑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说 大家对于用货币来标识自己的资产 本身是不放心的 所以注意很多买房子的人 之所以现在大陆完成建筑的房产 够87%的人变成市民来住 现在13.7亿人口的87%都可以住在城市了 那为什么还在建 房子还在继续 这个地还是不够 还有不断的有新楼盘出现 买房的人不是真正的要住房的人 买房的人是为了防止货币贬值 而把货币变成实体资产 人们经过前几轮的经济危机以后 人们会感到手持现金 这个贬值几乎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人们希望把现金资产 转变成实体资产 以防止手持现金贬值 当然客观上来说呢 另外一方面的东西呢 就是当大家都去做投资性的购房的时候 那这个房地产市场就变成了一个投资市场 变成投资市场呢 就会是很多原来在实业 比如开工厂 或开超市 或者是经营仓库等等 会使这些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资人 把资金拿出来 不再做实体经济 而去做那些可以短期内产生更多的 收益的投机的投资 有投机性的投资 这就会直接反过来影响 这个实体经济 客观上我们说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更为要害的是另外一方面的东西呢 是潜移默化的 今天在中国大陆上 或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 你们都会感到一种 正在蔓延着的情绪 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情绪的根源是什么 其实这种情绪的根源是 当你投资到了某个可以产生收益的领域的时候 你所获得的资产 不是真实资产 我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就是大家都一块去投房产 好了 过去你这个房子大概值一百万 现在值一千万了 增加的九百万不是真实你应得的 人们在这样的一种 怎么说呢 投机性的投资过程中 所产生的投机性的那部分资产增值 往往会变成一种不安的来源 这个不安呢 又往往会带来什么呢 试图把它保住 一旦说房产价格下跌了 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会很惊慌 自己的资产突然从一百万 升到一千万他很高兴 突然从一千万降回到比如说五百万 OK那意味着一半的资产损失了 再加上以前人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知识 或者一些故事 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在2001年遭遇到一场灭顶之灾 那是一个金融危机 于是中产阶级被洗劫的像流浪汉一样 大家都用货币来标识自己的资产 用货币来形成自己身份的认同 但当这个货币突然不值钱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不安它是一种情绪 这个情绪呢 是在任何刺激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都会表达出来 表达的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 不安到底是从哪来的 其实人们也是不愿意说清楚 我们所形成的这块资产是投机性资产 不是我的劳动所得 人们不愿意这样承认 人们又愿意什么呢 政府的制度改进 或者叫做改革 或者叫做深改 要适应我保留我机会收益的这部分资产 要通过机会收益所获得的这部分资产 他不愿意他失去 这个倒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们说从一般的社会上 现在所出现的 一方面是客观的 一方面来看是心理上的 或者说是一种情绪上的 这两种东西扭结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会因为某一个扳机的扣响 而导致这个社会发生某种很尴尬的情况 也因此呢 就是人们的不安全感 首先是财产的不安全感 又首先是虚拟化增值的 这部分实际上不是劳动所得 内心深处 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 说别人不合适 说我自己 我是中文明大学引进人才 引进我的时候 学校给了我一套房子 用成本价买的 买的时候不到一百万 现在这个房地产 那个交易商报价是一千五百万 那就意味着我支付了一百万 但我现在得到了一份一千五百万的财产 因为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 我很清楚 这个增值出来一千四百万 不是我的 我只支付了一百万左右 当然再加上装修等等 你可能也就是一百五十万吧 当年 这个显然不是我的劳动所得 我的劳动所得 那是工资表现 对吧 好了 那这块虚增出来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 对于和我同类的人来说 就意味着是 我们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块财产的基础 我不愿意失去它 当然 我就得估算 它什么时候会跌 它如果不跌呢 那我什么时候保呢 我还是应该把它及时出手 或者说我用这块财产 我会不会再转化成其他的组合投资 因此各位 当这个社会弥漫着这种情绪 当这个社会充斥这种行为的时候 这个社会会怎么样 会有极强的投机性 所以我说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很客观的过程 不带有主观意识形态 叫什么主义 用什么价值观 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都被深深的卷入其中 谁能够逃脱的开呢 我做分析的人 我做研究的人 我能够把客观的规律讲清楚 但大多数不做研究的人呢 他们不就是跟着这样的情绪 跟着这样的行为 在随大流的走吗 因此顺周期行为是普遍的 也因此顺周期都会放大危机爆发的那个烈度 也就是放大代价 会使得这个成本比正常情况下要大得多 因此各位 今天跟大家谈全球危机 谈它的客观规律 其实是和每个人都有相关性的 大家对这个全球危机 对金融危机问题呢 最好是要多一些理解 以便于你们在处理 你们身边所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时候 多多少少能够运用规律 做出必要的调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